早安, 蔡特斯, 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 恭喜 難道了, 嚴格的來說 我還沒正式出手 在律政司那邊自己少許控罪 蔡特斯, 案子最後都被你找到證人 你是怎麼找到她的? 秘密 你又怎麼知道 那個傷者是強行走到郭伯伯家? 都是秘密 你們跟律政司那邊的背後 達成了什麼業議, 乖, 聽聽 對, 聽聽, 聽聽 跟這宗案件所有的問題 我一概拒絕回應, 好嗎? 說一點… 說一點 回到位置做事, 麻煩 小臣 你找我嗎? 你怎麼搞的? 下午三個小時, 我跟你要去KC開會 開會而已, 也不用扯了, 要衣服 你到底記不記得你答應過KC做什麼? 你說梁永祥的公司正式結束之後 你就遞事離開當兩人貨 這個會擺明要你結帳了 你怎麼搞的? 還有十五分鐘才結帳 你這麼緊張了嗎? 你是不是早就算好時間 打算結束了單單單單單單走人 我答應過你爸爸 無論如何都要幫他看著你 直到他出來為止 我沒想過要走 總之做反娘娘在這裡幹什麼? 你想辦法, 好不好嗎? 你待會兒怎麼跟KC說? 因為你忘記嗎?還是你沒說過? 說得好, 我就要跟他玩奶皮 好, 太好了, 當我還沒上庭 就敲擊律政司 想不到真的像你這樣說 每天都不坐 我真的說你也不信, KC 我這人一輩子好運 本來就很困難 誰知道臨尾被我回到身 哪是運? 不是, 這些才是真實理 KC 什麼事? 你讀多少年法律 都不夠張強在案件上學了那麼多 對了, 張強 昨天我和YT、KK幾個委員吃個山飯 他們問起我, 公司為何最近突然不見了三個大廈 我當時打算隨便找個藉口 先撒著他們 但我覺得我身為Manager Partner 我是有責任要跟他們交代公司實際的情況 你怎麼放的?你不介意吧, 張強 你做得很對, KC 他們不單是Done On Call的股東 還是公司要開國工室 他們的利益什麼時候都要放在第一位 這件事由我張強而起 要不是硬要接這宗官司 得罪了原坊發展 他們也不會生我們水口 令我們不見了三個大廈 我想得很清楚, 兩天後我會去找個地方 請給委員吃一頓飯, 親自向他們道歉 KC, 你給我一個意見 你覺得吃中餐好還是吃西餐好嗎? 道不道歉也不要緊 其實這件事我已經向他們交代清楚了 對, 我說了你當天答應我的說話 是 我跟他們說 只要梁永祥這件事正式完結 張強就會馬上退股 離開我們Done On Call 他們已經接受了你這個解決方法 說明不會再追究 KC, 你說什麼? 我什麼時候有為他退股? 我什麼時候有為他離開Done On Call? 你不是記錯了嗎? 張強, 究竟真的是我記性不好 還是你打算不承認 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 我對你很失望 KC, 你這麼說 就是說我賴帳而已 我沒說過就是沒說過 我張強的記性一向都很好 我還記得那天, 我們三個人在這裡開會 我堅持不肯放棄這宗官司 然後Hasel就用主席的身分 跟我說一句話, 你應該記得的 我說如果你再堅持的話 就會動議替你出公司委員會 然後我就回答你 我不介意不做公司的委員會成員 然後你又再跟我說一句話 我說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的話 那麽絲行款之後 我就考慮研究你那份藥給的特權 跟著我就說 我就說即使雙額的權也沒所謂 但是KC, 我真 Platform 我沒有說過要離開公司 我也沒有說過要退股 那天三個人在房間裡開會 沒可能我們兩個都記錯 我當年在公司 我坐正當管理伴侶 我太太送了一份禮物給我 就是這支錄音筆 她問我最難打的官司是什麼官司 就是口同備爭的官司 從那時候開始,我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每逢跟人談公事 我一定開著這支錄音筆 錄起整個過程 讓一些無賴,不能跟我奶漲 這支錄音筆裡面錄了什麼 只得你知道,你喜歡怎樣說都行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裡面什麼都沒有錄過 你在這裡帶我,不如現在就開鼓 好啊 張阿強,你猜得對 裡面真的什麼都沒有 沒有,我打算拿來帶你 KC是公司的領頭樣,日來萬機 昨天說過的事,今天忘記了也很正常 可能真的是我自己弄錯了 無論如何,你可以繼續留在公司 對公司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我會跟Yin T叫你解釋的 搞了你們這麼久,不妨礙你們工作 不好意思 那…麻煩你,KC 不要客氣 謝謝 剛才他錄了我們陰的時候嚇得我 你猜不猜他會用一支胸的兩陣筆帶我們 知道這陣筆不會是胸,一定不會的 他不是帶我們 他真的有錄過那天我們說的話 如果真的有錄到 那為甚麼他要放生我們 刀都撞到頸上 為甚麼差那一刻不斬就下來 你記得剛才他聽過電話嗎 你覺得有人叫KC放生我們嗎 一定是 你猜不猜看誰 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是站在我們這邊 Hello,想看我有份演出的 劇法證先鋒錄行傳者的救贖 現在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看了 每日緊貼香港更新 快點下載這個免費藍色App 隨時地播新劇吧